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我們現在要講這個徒弟兄 第十六章 復命章 第十六章 復命章的 歸根復命 說我們本來是先天的 無界的這個姚敵世隆 以及無極界的那個 無極的靈子 我們在落在這個休天天的時候 我們就要如何歸根復命 回到我們先天的所在 所以說我們每一個人死了之後 要駕腕搖遲 但真正的這樣駕腕搖遲的人不多 大部分還是去輪迴 所以復命章就是 歸根復命 我們不聽到要回到原本的地方 復命章 那如何來歸根復命呢 按我們的後天如何修成先天 復命這個回回你原來的這個 這個靈原之鄉 那這個就是 太小民道府說的 自虛極守禁毒 萬物聘坐 無以關其負 自虛極守禁毒啊 這就說太小民道府了 齁 我們在禁定的時候齁 我們一定要自虛極道的禁定 那這個太小民道 我們眼光鼻 鼻關心齁 到時候忘我的時候的自虛極啊 所禁毒的時候很禁很禁 非常堵實非常禁的時候 可以叫做自虛極守禁毒 齁 所以說修煉的功夫是逆行之法 我們生活在要找逆行的方法 因此我們的心境達到齁 虛無的極觸的時候呢 守禁也熟到非常堵實的真誠 這個按照的解像達到的重點齁 萬物併坐 就是我們身體裡面的這個齁 氣積發動跟它不一樣 它會發動 就說身體裡面的氣積發動啊 猶如萬物併坐一樣的 生生不息 在裡面就走 所以你修煉大丹的人齁 你只要自虛極守禁毒齁 裡面呼吸怎麼在衝啊 怎麼在打冠狗齁 那主人的齁 那叫萬物併坐 也生不息 吾以觀其乎 你的動作怎麼樣 我們就要心境如止水 用觀的 就像觀祖山一樣 看幾幾個動作 你要配合它喔 你都配合它氣動 你一手一往喔 手指上面都配合它 氣在跑也配合它 因為氣動在你身體裡 一往一來 一上一下 反覆的不移 欸 這裡面就是你的呼吸裡面喔 它會全身就跑到氣 全面在於那個 我們說法輪纏轉啊 其實要運動啊 所以無以觀其乎 它會說 我愛主宰啊 看它來來去去 喔 宇宙萬物的變化 也跟著真的 跟我們的本靈啊 合而為一 喔 所以賦命章的意思是說 你無盡有這個勁 你的人的這個身體啊 跟這個宇宙氣 是同樣的並做的 你如果自虛其守進度的時候 才會發現那個 你體內的氣機啊 才容易發動 如果你沒有達到 自虛其守進度 那個體內的氣啊 它是沒辦法發動 那個萬物聘坐 無以觀其乎 我就要看它的那個 上下往來 齁 一上一下 呼氣一上一下啊 這樣齁 反正說後面齁 呼呼 雲雲 各歸其根 歸根 人越盡 盡越覆滅 有 人除呢 我們萬物雲雲的眾生啊 都會回歸到 他本來之根啊 各歸其根 但是這樣反不動的歸根 歸根是什麼 歸根就是 我們人最後都會離開 人間 這個樹木到最後會 發胎的時候會滅 然後人生的時候會死亡 死亡的時候都是歸根 所以死亡的消滅 反而是一個重生的開始 消滅人的歸根約靜 靜約覆滅 靜了之後呢 又再生又開始 所以就跟這個萬物 一生一滅一樣 如果我們了解萬物有生有滅 我們人也會有肉體的生一滅 再連靈性有滅 沒有滅 靈性是不生又不滅 靈性是一種常 所以你要在有生有滅裡頭去誤到 那個靈性的永不滅 那叫做負命 那我們這邊講 負命約常 所以我們看佛法 就要說什麼 常跟什麼 我們說 常熱我靜 這個是常 但是說的 眾生說的肉體的東西 跟世界的東西 叫做無常 要視世界為無常 但他講的本身的靈性 他說靈性是有一個常在 有一個我在 一個熱在 一個靜在 常熱我靜 不然就說 苦空無我都說無常 為什麼 因為以對物質界而言 叫做無常 對生命而言 叫做無常 對靈性而言 對靈性而言 叫做常 所以他講 負命為常 你能讓你後天的這個肉體 能夠回復到你本身 先天無極的那個先天靈子 負其命 那叫做常 你要知道常的人 知道我們的人是不必的 永遠存在的 如果你知道常 那就是代表你已經得到了 明白覺性 那叫做明哲見明的覺 你都覺悟了 講悟了 講悟了 講悟了這個台頭的這個理念 你看看 不知常的人 他就說 貪愛 貪取 望做 所以 不知常 就望做 兇 知常的人 才講悟了 有生命 知常的人 他都會看 對不對 他就不會嫁 所以 龍乃公 公乃王 王乃天 天乃道 道乃久 莫生不淡 好 我們這邊要解釋 就說 失望的中間 這是我們重生的開始 所以 那些人不要為了生跟死 在痛苦 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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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家有生必有滅 滅不是破壞 滅就是生的開始 所以破壞就是要創造 創造就是要接近破壞 這個時候 能了解祂的長的人 就會不會在無常中妄作 它也變成自然 所以說 這個死亡的時候才是重生的開始 反悟生死 这个能够在反悟生死里头 悟的生死里头 灵性不变的人 就是珍藏之道 如果你知道你的人是 这个生死有生死 你不怕那个生死 你要知道珍藏的人 才是开悟的你决心 明了阴阳变化 这个物质变化 阴阳变化的人 如果不知道有一个 珍藏的决心的人 或者珍藏大道的人 他就会忘作 这位因为忘作之后 因为他不信相信有轮回 就不相信有因果的业力 所以他开始忘作 反而会造成凶山的来临 所以知道珍藏大道的人 也得大度能隆 大度能隆的人才会大公无私 大公无私的人才会成为内圣外王 内圣外王的人就可以成为天之独子 天之骄子 天之独子的人 他就代表道的化身了 既然他就道的化身 当然他就能够长生而不灭 很久而不灭 如果能长生而不灭的人 其他肉体死亡的 他的精神也不死 永远活在我们人们的心中 所以这个泰传媒体会说 这个圣外的圣外里有一个没圣外的东西 就是藏 这样就像藏的人一样 所以你看 是泰伤李老君他所讲的那个老道德记 其实跟佛陀的讲都差不多的 我们喔 我们台湾都说这个 昨天的讲话 你会觉得说 咦 怎么泰伤老君也思维 跟那个佛陀的思维怎么那么的相近 他随便留一本道德记而已 那你会了解 他讲的也是长 不讲这个无常 好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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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常就是咱世间的生命 负命月常 所以要归根负命 回到你原来先天灵性的人 大家都常 灵性的常 这个灵性的常 他就是觉性的人 哦 所以我们有觉性之后才不会忘做 好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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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人要恢復到我們先天來 我們先天是無極的靈種 它是不生不滅的靈種 它是一個常的 我們的肉體是一個無常的 所以不要對肉體太貪愛 所以我們今天聽說 有違法就是常 就是無常 無違法說的就是常 所以要追求真常的人 真常就是屬於正常大道 我們說的就是一種決心的人 所以要讓他找到我們的圓滿的決心的人 他就是一個怎樣 常生而不滅 他是 他就不會妄作 就不會呢 不明白陰陽生命的道理 而坦生執著之心 或者貪愛之心 他就不會了